今天要來帶大家直集室內設計師的一天 可以看到這位設計師本身也是非常同趣的人 他收集了很多樂高的相關建築物積木 其實我們知道有很多室內設計師 他們也是從小就非常喜歡玩樂高 來培養他們的建築 好 今天還有我用 哈囉 你來鬧的嗎 沒有啊 我想說你一個人主持很無聊 所以我就來陪你啊 哎呀 是這樣子啊 那我可以繼續主持了嗎 當然不行啊 應該換我了吧 你主持成這樣就是很無聊啊 誰會想要看 你會 你搞 你來 以我的身份呢 我比較年輕一點就是 會比較想要一個開箱設計師的工作室 他們就是有一些精緻的小物 有帶藝術氣息的部分 OK 我想今天的重點呢 還是室內設計 所以我們邀請我們的大來賓 馬進志設計師 歡迎 嗨 我是馬進志 馬設計師 我想要請問一下你們這個空間啊 為什麼會特別設計廚房在辦公室裡頭 難道你們平常中午都自己煮飯來吃嗎 我看到這個廚具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其實也沒有在這邊料理 我們就在這邊桌面上面可以看些材料啊 有時候會在這邊討論事情 其實還蠻好用的 哇 設計師你的辦公室怎麼會有一隻這麼大的熊 大概是有我兩倍大 這個熊其實是我那時候結婚的時候 然後把熊推出來 在婚禮上面推出來了 對 在婚禮上面 對對對 送給我老婆 我太太的 是因為太太特別喜歡熊嗎 也沒有 我覺得這 我就想送她這麼大隻的熊 後來家裡沒地方放她也不要 我也不要了 就會自己放在這邊 很有修養 很和善的人 融洽 然後我們同事彼此都會互補 會幫助 我覺得要特別說一點 是因為我覺得 我是這一個公司年紀最小的 可是他們都會就是 特別照顧我 特別關心我 就是會帶我這樣 我就覺得 真的是一個很溫馨的公司 偷偷抱怨 好像是沒有耶 因為我 我覺得這是我目前為止 待過最喜歡的公司 你已經提供了三個方案給她 她就說 可以再多給五個方案嗎 最煩 可能就是有時候業主會覺得 我們的報價太貴 或怎麼樣之類的 還是會盡量耐心的 跟業主說明這個施工的內容 讓她瞭解說 她的錢都是花在什麼地方 這樣子 剛剛聽完了員工們的真心話 現在我們要進行大冒險囉 今天呢 我們還帶了我們公司 也就是電視台的設計師 新鮮人 怡萱 哈囉 哈囉 大家 我是怡萱 好 可愛的怡萱來到現場呢 當然還有我們的前輩設計師 馬進姿設計師 哈囉 哈哈哈哈 好 好可愛 我們今天呢就要來講講喔 設計業的一大迷思 第一個迷思是 我覺得還是第一版好看吧 這時候 其實蠻多業主都會想要 東加西加加一些他們想要的東西 加到最後就會有點 是不像 然後他就會跟我說 我覺得還是第一版最好看 我心裡都會覺得說 嗯 那你是不是要嗆氣我的專業呢 其實設計師他有他的專業 那我們盡量用我們的專業 然後 去引導業主 往我們專業所了解的知識去走 第二名的是 那就給你施工 不要算設計費啦 哇 這個感覺好像會有點小生氣齁 我想跟大家說 我們叫設計師 不明思議 我們是用 設計來吃飯賺錢的 所以 怎麼可能 直接施工費 不給設計費呢 其實這位可愛的設計師 他講得沒錯 我們設計師其實都是靠設計費來活 那一般來講 在台灣的環境裡面 其實大部分業主都希望 把設計費給砍掉 那我反正我施工都帶給你嘛 可是你要想清楚一件事就是說 你讓設計師不要說設計費的情況下 可能他在畫圖方面就會比較省略一點點 對 比較沒有那麼多的細節或什麼 如果說你給他有一些些設計費 我覺得多少你還是要給設計費 那基本上他就花很多的時間或心思去專注在設計上面 而不是說只是把它施工好就好 第三個是這個順便幫一下 簡單改一下不難吧 通常呢 我們要先打開檔案 然後再說你簡單的改一下 然後再輸出 其實就非常的花費時間 所以其實一點都不簡單 其實看起來好像都很簡單 那因為我們在學設計過程裡面 其實都是要花很多時間 尤其在學校的過程裡面 那像這些素養 把它養成 其實都真的是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去培養 那在業主看來好像改一下下是很快 其實它不只是改一下下 以空間來看 我們是有平面立面還有剖面的 當你一動的時候 一線就是會動到全身 而不是說只是改那個地方而已 對啊 全面性要改其實真的是很花時間 再來是設計概念靠思想 可以天馬行空不用成本 思考是需要時間的吧 時間就是金錢 金錢就是成本喔 好 這個部分前輩怎麼看 還是一樣喔 回歸到專業的一個本能 就是我們在思考過程裡面 跟一般人思考的方向是不一樣 而且我們思考的層級會更深層 比一般人思考更深層 而不是說隨便想想天馬行空就好 你要天馬行空 你要找到方位 你要找到方法 而不是說隨便想就可以了 對 所以成本是很多的 因為光一件事情 可能我們想了十件事情 再濃縮下來才有這麼一點點東西 人見人恨來 開好車 穿名牌 住豪宅 設計費 賺很大 但是我現在 沒錢沒車沒房 所以我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耶 好那前輩設計師應該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了 其實開好車我也沒什麼特別好的車 那就反正一般安全的車就好了 名牌我也沒有什麼名牌 我身上什麼東西都沒有 然後住豪宅我也沒有住豪宅 其實對於設計師來講 你說他真的賺很多 也沒有賺很多 其實我碰到一個前輩講過 當一個設計師其實是 可是也比別人過好一點點 就是說 你當然是比一般上班族來講 他過得比較 第一個自由 第二個他的收入會比較多一些 可是也不像一般人想像說 設計師賺很大 像大老闆一樣 其實真的很難 所以其實從我今天身邊的兩位就可以看得到喔 從小設計師變成前輩設計師 這中間還是要一段非常多的時間跟磨練 這些都是他們所付出的成本 所以也請大家要多愛護設計師 不要叫他們順便設計一下 或者是順手改一下 這些其實都是他們時間成本 好今天非常感謝兩位喔 那我們請問老闆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幫你問你不敢問的 幫你講你不敢講的 每週六晚間八點鐘 東風衛視請問老闆